俄羅斯7月31日表示 烏克蘭的反攻沒有按計劃進行 並浪費了西方向其提供的價值數10億美元的武器 國防部長小伊古在一次軍事會議上發表講話時表示 烏克蘭正在拼命派遣新部隊攻擊俄羅斯陣地 但未能取得進展 烏克蘭表示 自6月初對俄羅斯根深蒂固的陣地發起期待已久的反攻以來 它已取得了漸進的進展 儘管速度比希望的要慢 經過11個月的衝突 烏克蘭在接收西方彈劾、火箭系統和其他硬件後 面臨著在戰場上取得重大進展的壓力 並確保北約國家不會放棄支持 因此俄羅斯一再將反攻描述為失敗 儘管反攻仍處於早期階段 fier警察 散訴 後不再押忍 散訴 2 散訴 數子 散訴 50